大家好,我是集美好与温暖于一生的小剧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如何教男人找小三的大尺度日剧 《边缘人》第三四集 上一集里,三个屌丝为了找到小三 竟请来了一个堪比情场教父的男人 在他的指导下,齐志很快就与自己的下属暧昧起来 可齐志竟然在约会的时候,与妻子共处同一家餐厅 那么,三人又会遇到哪些事情呢? 本集开始,齐志和山口在餐厅吃饭 尽管有美人相伴,但他的妻子就在身后 稍微一个不注意,就有可能回家会搓衣板 关键时刻,教授发来信息 让山口为他取一个外号,利用外号规避风险 在心理学上,这就叫做鸡尾酒会效应 顾名思义,在鸡尾酒会如此喧闹的场合上 一旦叫出名字,任何人都会察觉 但如果叫外号的话,便可以回避这种情况 见状,齐志立刻让山口为自己起个外号 还声称,如果假扮男友的话 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 山口侧耳一听,好像是有些道理 便为齐志起了王子这个外号 而山口也察觉到他的情绪 便说出了,你不喜欢吗?天妻主任 这话一出,齐志顿时就坐不住了 而妻子听后,也只是张望了一下 并没有起身寻找丈夫 齐志这才松下一口气 此刻,教授再次发来短信 声称会在五分钟之后让妻子离开座位 并让齐志趁机离开餐馆 五分钟很快就到了 教授拨通餐厅那边的电话 谎称自己是另一家餐厅的 并让服务员将妻子带到电话前 然后趁妻子接电话的时候 齐志连忙离开了餐厅 两位死党这才松下一口气 离开餐厅之后 齐志如释重负 而教授也给他打来电话 告诉他不要飘起来 没上过床的女人终究只是女人 那么教授接下来的计划 则是彻底将山口变成齐志的小三 教授让齐志向前走十步 再面对马路停留二十秒 虽然齐志有些不明所以 但他还是照做了 当他停留在那里时 眼前正是潮牌服装店 山口不禁赞叹 齐志竟喜欢这样的衣服 顿时对他刮目相看 接下来在第二个路口再次停留 眼前竟是一家成熟的女装店 两人的话题再次络绎不绝 这样的场景让黄毛看了都直呼牛逼 而教授也只是淡淡的说 人本来就是自带画老鼠性的生物 而就在这时 山口想要去左边的那家店 教授见状立刻让齐志转变路线 原来那家店是珠宝店 里面的戒指会让两人的关系带有结婚色彩 这是找小三的第一大忌 除此之外 母婴店和婚纱店也都要回避 在教授的帮助下 齐志直呼这次约会如此顺利 而山口也在这个时候 主动挽起了齐志的胳膊 齐志顿时又惊又喜 感受自己的胳膊和女人的上半身紧紧贴合的快感 让他瞬间陷入了天堂 而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 成为情人关系的成功率 仅高达90%以上 而两人约会的真正目的 则是让山口的光头男友彻底死心 而教授也告诉齐志 让前男友死心 势必制造情人还要难的任务 可话音刚落 齐志的耳机突然没电 这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掌舵人 要独自面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两人来到了一家猛男内裤店 可他们并没有见到光头 询问店长后得知 光头早已辞职搬走了 齐志听后终于松了口气 庆幸自己再也不用见到光头 但这也意味着 两人不需要再假扮情侣 然而让齐志没想到的是 山口仍然挽着自己的胳膊 这让齐志的内心直接爽到爆炸 但他刚高兴一秒 光头便出现在他面前 齐志被吓得直接跳起了盖部 山口尖撞立刻离开了这里 而齐志也捡到了光头意外掉落的手机 对此 教授直呼 这部手机是对付光头的重要工具 众人还在手机上发现了另外一个女人 他先将照片拍了下来 再让三人以匿名的方式 将手机交给警察 除此之外 教授还让齐志进行一次真正的约会 晚上回到家后 电视上正播放着男人出轨的新闻 齐志直呼 这男人是不是有病 而齐志也只是随意附和了一声 这时 齐志看着齐志的背影 突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头 这不正是自己白天吃饭遇到的男人吗 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 齐志上班时 发现山口并不在办公室 恍惚之间 他突然想起 自己要被调到别处工作 嘴上便立刻大喊着我不要 到了下班时 山口这才来到了办公室 并告诉齐志 是自己有些生病 所以才耽误了时间 齐志先是问候了一下 再和山口说了声抱歉 自己不该在关键时刻跳起舞来 而山口也是非常随和 他认为 齐志那天跳舞 只是为了缓解尴尬 也多亏了齐志 山口彻底和光头断干净了 对此 齐志心里有些失落 山口和光头结束之后 也就意味着 两人不再是假情侣关系 但他又想到了 教授对自己说过的话 最终还是决定 要将山口 变成自己的情妇 齐志拨通教授的电话 恳请他教自己 如何邀请山口约会 对此 教授让齐志写遍条 将山口约出来 并让两人在图书馆见面 如此一来 即使被发现 也并不会引起怀疑 晚上 山口穿着性感的低胸装 来到书店里 齐志健壮激动的颤抖起来 山口也知道 齐志已经结婚 但他竟觉得 这样约会非常刺激 两人约会时 齐志还不忘发消息 给黄毛炫耀自己的战绩 吃完饭之后 齐志来到麻将馆 而教授也打算将 如何邀请女人 去宾馆的办法 交给齐志 就在这时 黄毛哥将一张碟片 打到众人眼前 声称 这个女人 就是光头的女朋友 对此 己夫直言 那样的女人 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吗 但教授却认为 特殊行业的女人 实际上最难得到 甚至就连 她这个情场教父 也只能取得 九百六胜的战绩 第二天 就在齐志查看 女人的资料时 山口突然出现在身后 齐志不吓得 直接坐在了车子上 但还是被山口发现 齐志连毛谎称 这是电脑病毒 但山口的脸上 还是挂满了失望 她问齐志 今晚是否有空 自己有些事情 想和她说 而另一边 黄毛在蝶片 和齐志山口两人的合照上 发现了 山口就是 整容之后的女演员 此时 齐志两人 已经来到了一家宾馆 山口到这里 就开始脱衣服 丁太岩 自己之前拍过小电影 除此之外 山口小时候 还是个对自己容貌 充满自卑的女孩 因为自己的不自信 经常怀疑 光头是不是脚踏两条船 两人甚至还为此吵过架 最后 山口向光头提出了分手 之后 山口并不想再这样 卑微的生活下去 便脸上动了刀子 于是 为了攒下整容的钱 山口便踏入了封城行业 可当她终于开始 一段新生活的时候 却还是被光头察觉到 所以 山口才让齐志假发男友 企图满阔这事 而为了将此事贯彻到底 山口竟主动脱下衣服 请齐志和自己滚床单 面对这样的诱惑 是个男人都难免动心 齐志虽然想找情妇 可等他真正和女人上床时 却还是虐不过道德的枷锁 因为他见到光头的手机 所以便认为 光头是真正喜欢山口 而他虽然想要山口 做自己的情妇 但经过刚刚的事情之后 便再也没有那样的想法了 极致的一番话 让山口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安慰 他最终还是穿上了衣服 临别前还给了齐志 一个深情的吻 齐志回到家中 而妻子也已经发现了 丈夫最近的异常 对于妻子的质疑 齐志不再像之前那样软弱 而是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自己什么都没有做 到了第二天 齐志收到了山口的来信 经过昨晚的那一番话 他和光头真正谈了一次 也打算暂时回一趟老家 去见一见尚未重逢的父母 在兴奋的落脚处 山口和齐志写了一段告白的话语 而齐志也对山口产生了爱意 这违反了教授立下的规矩 然而 齐志的一番话被教授一语倒破 他认为 齐志只是害怕和特殊行业的人 发生关系而已 经过教授的一番洗脑 齐志再次站在了战线之上 自此 边缘人第三四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剧理解山口那样的女人 因为自卑而正容 因为生存而出卖了灵魂 但有一个自始至终都爱她的男人 却背负了太多压力 就算她已经真心改过 却无法挽回这样的局面 而齐志和山口之间 还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剩下的两个男人 能否遇到属于自己的情妇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也可以在评论区 发表你对本期视频的看法 记得订阅聚集地 我们下期再见